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般用泥碳土三份 珍珠岩一份 麦瓣石一份 椰壳一份 这样子颗粒会比较多 比较的疏松透气 如果有倒壳碳的话 也可以往里少量的加一点倒壳碳 倒壳碳有吸热的作用 还能减少土壤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最后我一般会在这个土壤中直接混点缓氏肥 因为铁线帘是一种非常喜肥的植物 可以针对性的给一点这种奥绿的318S缓氏肥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铁线粮月季这一类植物的 能更有效的提供养分 我们换好盆之后的铁线粮要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去养护一段时间 然后再移到有荒罩的地方去就可以了 冬天在室外过冬也不是问题 关于这门铁线粮的后续养护呢 我也会给大家继续的更新 大家喜欢点击观众每日更新 拜拜